前呢在淮海路大上海时代广场上呈现出了浓郁的欧洲异国风情 来自奥地利比利时还有德国等一些欧洲国家 他们的圣诞树汇聚到了一起 显示出了原汁原味的欧洲传统节日氛围 接着呢就要跟随着我们的摄像机镜头一起到现场去领略一番 走进梦幻花园 一条清脆的小镜蜿蜒曲折 矮矮的欧式木栅栏内白雪矮矮 调皮可爱的梅花露以及各式精美的礼物 把人带住了浓郁的节日气氛中 在奥地利的圣诞树上挂满的苹果雪花新型花环等事物 灯光频频闪动 远远望去宛如夜空中的苛刻流星 德国是最早诞生圣诞树的国家 这次展示的圣诞树依旧由传统的蜡烛和彩绘的瓷球组成 而最引人注目的恐怕要数荷兰的圣诞树了 倒挂金钟式的造型和鲜艳夺目的色彩 加上木鞋风车和玉金香 大大凸显了荷兰的标志 好看 以为那里没有小路和礼物 除了风格迥异的圣诞树 到明年的1月3号 来自欧洲的艺术家还将在大上海时代广场现场表演 充分展示各剧代表的欧洲风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